阿姨 我第一次来 给您准备了点礼物 希望您能收下 谢谢 像我们这样的家事 什么都不缺 白条杰走的时候 带回去吧 妈 我们都饿了 咱们开饭吧 谢谢 给客人怎么能用 家里的碗筷呢 吴妈 拿客人用的碗筷 来 你尝这个 白小姐 听说你是一个孤儿 我是白家养大的 那个白小姐应该知道 我们秦家不是寻常的人家 自古以来 我们总说一个门当户对 我呢 虽然不看重这些 但是 总是要知道你家的底细啊 妈 我现在 已经在帮景色 找她的亲生父母了 我再和白小姐说话 别插嘴 白小姐 听说你之前和我的大儿子 也有过一段 不惊不蠢的关系啊 妈 你都是听谁说的啊 静儿 可惜了 你差点就成了我儿媳妇了 但是 我又不能干涉她的婚姻自由 没事的 莫阿姨 谢谢 谢谢你还惦记我 我跟四年 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 但是说到这儿 我对四年要娶的这位妻子 倒也有一些了解 是吗 虽然 在别人背后 嚼舌根子不太好 但您是四年的母亲啊 我觉得 应该让您知情的 那个 姓白的设计师 之前跟吴端哥 也有过一段感情 什么 他竟然跟吴端也在一起过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 那会儿我回国前 听说四年跟吴端哥 也斗得不可开交 大概 也是因为这个女人吧 锦瑟和秦吴端 他们就是大学学长 和学妹的关系 哪有什么 不清不楚的关系啊 这就很巧了 先是我的大儿子 再是二儿子 不知道白小姐 和我们秦家 是真的有缘呢 还是刻意接近秦家 妈 你到底什么意思 四年 婚姻不是儿戏 阿姨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 先走 你刚回来 多别别阿姨 你看看 什么宿质 妈 从景色一进门开始 你就甩脸色给她看 她能站在这儿 客客气气地和您道别 就已经很有礼貌了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妈 这个女孩之前和你哥哥 也有过暧昧不清的关系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不是你想起来那个样子 那是哪样 四年 你还年轻 很容易被一些人迷惑 这段婚姻我不同意 我不管您同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然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总 回来了 我想请您帮个忙 小四姐 你今天真好看 感谢大家的到来 恒瑞珠宝新品发布会 现在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本次新品的设计师 白锦瑟小姐 小四姐 来吧 小四姐 来吧 小四姐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的确很聪明 一笔巨款 让莫总顾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和Lucy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让莫总顾 让莫总顾 你和白景色是什么关系 你自己最清楚 那你说说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是她勾引了你 你沉迷于她的美色 才处处替她说话的 那我就告诉你 我和白景色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和她们的美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